畫面上您所看到的是照護老師在幫孩子們更換支撐輔具 他這個就是一個穿著就是幫他卡在他的那個 他的懷竹布 那重點就是說這個鞋子的高度一定要夠 一定要夠 他才有辦法就是說 是他那個張力可以維持比較正常 如果很多我們台東因為這個做一雙 通常家屬還要付一些錢 那有些家屬他比較不知道 還是說他經濟能力有問題 所以他就一雙可以穿很久 可是往往這個高度不夠的時候 那個效果就不好 像這個也是特製的滑鼠 那這就是所謂的按鍵的滑鼠 那像這個按鍵滑鼠的話 這個我們資本那個林彥廷最早期 他就是用這個東西來去使用 他是用那個嘴巴的那個竹筷去咬去按 那後來因為他個人身體的特效他沒有辦法做了 所以他才改成在床上做那個頭控的一個操控 許多的身障及肢障的朋友 因個人狀況及程度的不同 必須依照個人的需要設計輔具 甚至有可能還必須配備特別的學習輔具 加強病患的操作能力 提高他們的學習效果 訓練孩子的機能是他可以做一個電腦的一個基本的操作 那這個是需要很多個能力來介入 除了孩子我們要給他好的輔具之外 他本身也要懂得怎麼樣去拼音 然後跟不噴摸風 那這樣的一個訓練過程 他才有辦法去操控一個電腦 擁有大型醫院物理治療師的經驗背景 投身於腎臟朋友們的醫療輔具規劃與申請 他更期待縣府單位能針對醫療輔具的補助金額的提升 有更完善的政策與計畫 您的家中或是身旁的親友 如果有肢體障礙需要醫療輔具的資訊 不妨聯絡當地的里長 他們會在第一時間聯絡府具資源中心的社工 為病患評估以及建議最適當的解決方案 東台新聞張家維台東報導